中共政協第十三屆一次会议将于3月初在北京举行 当地时间1月24日 中共政協发布了第十三屆全国委员会委员的名单 却没有出现那批年年代表的默认委员 中共红二代和官二代 这引起了海外媒体的注意 在新一届2158名委员名单中 毛泽东嫡孙毛新宇 李鹏之女李小林 邓小平的女儿邓楠 陈云的儿子陈元 朱镕基的女儿朱雁来 万里之子 万纪飞等人都没有出现 而江泽民的两名亲属江泽惠和吴志明等也被踢了出去 红二代势力已经深深影响着当今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领域 而这股势力的崛起 有分析认为是源于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 中共的危机感愈加严重 让当局决定扶持红二代 为未来接班做准备 不过随着习核心的树立 红二代集团正在快速退出政治舞台 法广1月26号文章认为 这些红色后代依仗绅士和财力 动不动就搞出一些不谨慎的动作 给习近平的安排添堵 同时还时不时要说两句 在18届六中全会后 就有部分红二代红三代联署致信习近平 要求通过组建民间政治团体出谋划策 但最后不了了之 另外 在忠诚度上 习近平也很难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再加上经历了薄熙来政变集团 刀光剑影的威胁 让习近平对中共高层提出要求 管好自家人 香港资深传媒人潘小涛 曾经在香港媒体刊发评论称 彼此之间渊源错综复杂的红二代太子党们 也是分党分派 壁垒分明 而且又都极右主见 好插手干预最高层决策 这都是习近平所厌烦的妄议中央 海外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认为 在十九大时 习近平已经在瓦解这股势力 让习家军取而代之 去年十九大 多名军中太子党都没有进入中共党代表名单 包括刘少奇之子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刘元 朱德之孙 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朱和平 李先念女婿 国防大学前政委刘亚周 还有就是本次也被政协排除在外的毛新宇 而总部设在北京的海外多维网则放风 说是通过委员组成的结构调整 习近平要改变政协长期以来的花瓶形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